以前叫哥哥 今后哥哥叫 这位资深狗仔连敦几页 终于挖到了演员凌楚 一次深夜约见金主的画面 然而后方一辆货车失控撞来 火光四射之后 只留下一只破碎的相机 几天后 手电筒的强光刺眼 照射出凌楚被绑架的虚弱模样 是白毛弟弟冲了进来 哥 我终于找到你了 凌楚口中的布条总算被拔出 还没缓过神来就被白毛弟弟紧紧抱住 被束缚的手也得到了解放 快走 外面的人很快就要追来了 白毛弟弟搀扶着凌楚亮枪地逃离此地 可凌楚不知在想什么 一出神脚下就被绊了一下险些滑倒 在被白毛弟弟稳住的时候 凌楚条件反射地抓向弟弟的手 不好意思有点用力过度抓出血了 可凌楚这时忽然开始觉得恍惚不已 很快就软在白毛弟弟的怀里 这时弟弟才发现地上那只真迹 白毛弟弟脸色巨变 哥 他们对你做什么了 随着不远处导演一声咔冷不丁地喊出 以上剧情暂告一段落 刚刚还满脸担忧的白毛弟弟冷漠的两手一松 哎呦我去 凌楚就这么落了地 原来白毛弟弟是当红影帝黎玉 想到刚刚不小心抓上了他凌楚赶忙卑微道歉 拥有光环的影帝宛若众心揽阅 而凌楚什么都没有 算了 至少没有被针对 凌楚默默地离开片场 高冷的黎玉注意到了这个落寞的背影 凌楚来到洗手间冲洗脸上的疲惫 他已经持续这种不在状态的状态好几天了 好几天了 他始终没有适应这具身体的生活 他听着窗外不相干的人 谈论着自己在片场表现的言论 毫不意外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自己的演技这几天完全不在线 凌楚疲惫的低下头 没有人知道 他根本就不是那个演员凌楚啊 金主爸爸在上 求您早日跟我分手吧 身为狗仔的凌楚爆料那叫一个在行 叫他演戏那叫一个绸蛙 一年365天都在爆演员凌楚 料得他没想到一场车祸变成了瓜王本瓜 凌楚变凌楚 狗仔变明星 我有哪门子的演技啊 这还不算 关键是凌楚还是个有金主的 而且自己死前拍好的照片 也没来得及销毁 这要是被爆出来吃亏的 不还是现在的自己 这都什么狗屎运啊 就在凌楚一个头两个大的时候 电话响了 凌楚拿起来一看 我滴妈呀金主爸爸打来的 可凌楚就是不接 那天在医院醒来 就跟经纪人说自己失忆了 别跟老板说 可这电话来得越来越频繁 凌楚一咬牙电话一挂 管你呀的先溜为敬 走到片场 他又听见有人说 身为资身狗仔有料 不能抱那感觉宛若全身蚂蚁在咬 可凌楚现在是演员凌楚 忍人忍 远离瓜主保命要紧 凌楚唧唧咕咕 刚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耳边 就传来一阵神秘的声音 祖宗显灵了 凌楚回头一看 哎呦我滴妈 瓜主靠自己这么近干嘛 凌楚吓得连退几步 心想自己刚当的话 要是被这高冷影帝 听见了那自己的演员生涯就完了 而黎玉一脸错愕地 看着凌楚见了鬼样的表情 愣在原地 只好抬手伸向凌楚 刚张口蹦出一个女字 这形象在凌楚眼里 活活一个恶魔来索命啊 于是他趁着两人 还有点安全距离 在黎玉错愕的眼神下 转身撒鸭子就跑 不是 凌楚啊 你非要这么躲着我吗 黎玉表示很受伤 凌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回了车里 催司机赶紧把自己送回家后 这才愉快地松了一口气 开心不过三秒 司机小心翼翼地回头 那个 老板说要见你 哈 凌楚脑子直接当机 该来的跑不了 凌楚在家里抱贤于大仙 欲哭无泪 接受现实吧 只求金主爸爸不要太变态 别跟这样那样的字母游戏沾边 贤于大仙 你可千万保佑我呀 最好今天来找我 就是因为厌烦我了来分手的 不知何时进屋的金主爸爸 站一边看着凌楚沉浸在跪拜中 对身边一切毫无察觉 终于忍不住出了声 你刚刚说要跟谁分手 什么 高冷隐蔽竟然就是金主爸爸 金主爸爸居然还是现男友 凌楚从医院醒来后 就一直躲着这位金主爸爸 可今晚是无论如何都躲不掉了 黎玉在一旁看了许久的沉浸是跪拜求仙 终于在听到分手两个字时出了声 你要和谁分手 凌楚被这冷不丁的一声 差点下去见太奶 黎玉怎么在这 三更半夜夜黑风高固难寡难道 他就是凌楚的金主 作为业界Talk的资深狗仔 凌楚的CPU疯狂运转 黎玉这身形跟自己那晚拍到的也相差太多了 难道 凌楚的金主不止一个 黎玉此时面色阴郁的又问了一次 你刚刚说要和谁分手 分手 什么分手 你听错了吧 我刚刚明明说的就是我家白菜大丰收 然而黎玉的问题远不止这一个 最近为什么都不接我的电话 我一听到你车祸的消息就订机票回国 昨天才入境 结果你电话不见面也不见 我都追到片场了你都不理我 你还在生我的气对吗 凌楚面对越来越近的黎玉一时紧张地接不上话 画风一转 刚刚还如同玉面修罗般的影帝 此刻紧紧抱住凌楚 眼中的深情再也藏不住 我很担心你啊哥 这这这画风怎么突变了 不是金主吗 怎么变小狼狗了 小狼狗还卑微地祈求自己不要再生他的气了 打住 凌楚的脑海浮现一个惊天大瓜 难道堂堂影帝私下竟是个陡恩 哥 你从没这么久不理我 黎玉可怜兮兮请求停止冷战 之前是我的做法不尊重你 等等 做法 是我想的那样吗 好在黎玉下一秒就说保证 绝不会再自作主张非要和你同剧组了 凌楚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可凌楚为什么要拒绝和影帝同剧组呢 私生狗仔的脑子又开始高速运转 这凌楚的金主八成就是不止黎玉一个 为了防止漏线才刻意在公开场合回避 对 绝对是这样 一顿分析猛如虎 黎玉这时突然神色凝重地提醒凌楚最近要小心些 他对凌楚说 那个人 回国了 哥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什么 亲人 难道这人和凌楚搞骨科 这是什么惊天大瓜 凌楚CPU烧了 黎玉看着哥哥眼神越来越不清醒的模样开始着急 该不会是车祸后遗症发作了吧 可作为一名资深狗仔料都送到嘴边了怎么能不吃呢 凌楚演技第一课 上线 其实我刚刚没来得及和你说 我失忆了 黎玉一听表情果然开始不对劲 既然你说我们是亲人 那我们怎么信两个信啊 黎玉的眼中满含悲伤 哥 你又把我们之间的一切忘了 哟 因为凌楚小时候也问过他一模一样的问题 原来凌楚和黎玉只是在福利院一起长大的孤儿 凌楚不明白相依为命的两人为何要在人前装作一副不熟的样子 凌楚忽然想起黎玉刚刚让自己小心那个人 那个人 难不成凌楚小时候失忆和那个人有关吗 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让影帝都觉得危险呢 凌楚这时才意识到这貌似已经不是呱不呱的事了 这好像已经威胁到自己的小命了吧 哥哥这么可爱怎么能不满足哥哥的好奇心呢 由于黎玉已经被那个人注意到了 但幸运的是诗歌多年凌楚并没有被那个人认出 所以为了避免牵累凌楚 黎玉只能和凌楚保持距离 想到这 黎玉便觉得满心愧疚 我不能保护哥哥我好没用 刚刚心里还在哈马P的凌楚看到黎玉这小可怜的模样心都要化了 算了不怪你 但既然要演戏至少得给个剧本吧 黎玉这时萌萌哒的说自己向来对其他人都态度不好 你跟他们一样就好 就是有时候有需要的话我会让你经纪人转达的 有需要的话 好吧就听金主爸爸的吧 黎玉听到凌楚还说经纪人特意提醒自己金主心情不好的时候 更要好好伺候的时候脸都红成猴屁股 哥哥你误会了 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所以你今晚过来不是为了来睡我的吗 所以你今晚不是来睡我的吗 白毛弟弟一听这话小脸又是一红 当然不是啊 人家是担心你才特意过来看看你的 打直球的凌楚看弟弟这样子恨不得立刻决第三尺钻进去 太丢脸了呀 白毛弟弟决定明天要好好把两人的关系解释清楚 然而凌楚心中对于原主凌楚还有一大堆没解开的谜题 决定明天去找个催眠医生唤醒记忆 白毛弟弟脸红心跳的离开后 凌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满脑子都在消化今天得到的消息 还好原主和这弟弟清清白白的 小巨花暂时安全 可自己车祸时看到的那个人 凌楚显然是瞒着白毛弟弟和他见面的 而弟弟今晚说过那个人危险到连身为影帝的他都十分忌惮 凌楚自觉自己也不会安全到哪去 哎呀剪不断里还乱 还是好好睡一觉再说吧 梦中 一个小孩被推倒在地 那个长发少年浑身散发着危险气息 脸上带着笑容 说出的话却让小孩万分胆寒 你是我的藏品 还想逃去哪里 说着那人手中就出现一个形状特意滚烫发红的东西 抓着小孩的腿就要烙印上去 凌楚大喘着气惊醒 他下意识地看向梦里小孩被烙印的部位 果然有一个印记 这是凌楚的记忆 那个长发少年凌楚并不认识 却认出了那个耳钉 正和车祸那晚凌楚约见的那人带的一样 我的宠物失忆后好像更不乖了呢 凌楚从噩梦醒来满脑子都是那个疯癖少年 这一看就是恨不得要避如蛇蟹的人 怎么远主凌楚还要躲着人私下和他会面呢 凌楚想的脑袋都痛了就想那杯水出去里里思路 谁知道一开门就被贴脸开大 凌楚吓得以为自己又要见阳王爷了 白毛弟弟一看哥哥被自己吓着了心里那叫一个愧疚蛙 哥哥你脚扭了我给你吹吹 不过这个氛围怎么感觉越来越不对劲呢 凌楚局部紧张脸莫名的发热 白毛弟弟看到那个烙印 伸手就要摸一摸 被凌楚躲开了 这一躲可把弟弟心伤坏了 哥哥你以前从来不会躲着我的 你开始嫌弃我了吗 凌楚解释自己做了噩梦 把梦里的情景复述了一遍 白毛弟弟听完就开解自己的衣服扣子 这是什么非理无事的场面呢 我可得好好看看 凌楚看到了他手臂上那个眼熟的疤痕 他想起来了 梦里那个少年要烙印自己时时 白毛弟弟冲了过来帮自己挡了一下 自己脚上的痕迹和他手上的正好是一个完整的烙印 白毛弟弟安慰着哥哥 别怕 我们的命运紧紧相连 我一定会保护你 第二天临出来看了催眠医生 他想要远主凌楚的记忆 又担心被发现自己是穿越过来的 战战兢兢地躺上了病床 被催眠后的他没有看到一声诡异的笑容 掉顶上那个摄像头的另一头 一个长发男人手拿红酒 正欣赏着大屏幕中的睡颜 男人玩味地对着屏幕说 失忆后好像更不听话了呢 我亲爱的宠物 你真是世上最有趣的猎物了 风脾宫二肆意地欣赏大屏幕中沉睡的人 他轻晃着手中的红酒随后 颇向屏幕中多年未见的人 那被红色液体浸染的脸让长发男人异常兴奋 毕竟失忆后的猎物比以前更有趣了呢 而催眠结束后的林初稀里糊涂地醒来 完全不知摄像头后面的一切 听到医生说以后还得来 并且一次一万的费用时瞬间清醒 难道我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吗 白毛弟弟扶着还摇摇欲坠地搁往前走去 身后咔嚓一声 两人一微的画面被拍下 原来是林初的经纪人要搞事啊 影帝亲密陪同来医院 这不拿来炒一炒饭了还要不要了 上车后林初才得知自己二番的地位不保 有人代资禁足 还没等林初做什么反应就被白毛弟弟一把挽过 哥你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这不 在林初面前忠犬一样的弟弟在办公室 逼得老板热汗直流 本影帝有钱有热度 保住林初的范围我再给剧组投资点 老板是有苦真难言啊 有人点名要踢掉林初那个人我惹不起啊 影帝这时担忧地回头看了哥哥一眼 他原本一直在人前故作冷漠地对待 林初就是为了不引起那个人的注意 既然这样 那干脆就光明正大的让大家都知道 哥哥是我的人好了 我的妈呀 这是公开踢柜门了吗 林初捏着影帝的手指一根根挪开 在老板寻找八卦的注视中默默挪着步子 然后拽着影帝逃离现场 结果被椅子腿绊倒 林初心想着这副身体真是没用啊 电光火石之间林初被人稳稳接住 哎呦这人是谁啊这么帅 林和林能干成什么事啊 麻烦你离我远一点 林初尴尬地挪开这位素未谋面的帅哥 搭在自己腰间的手 好家伙这位帅哥顺势就和自己食指相扣了 帅哥我认识你吗 好在一只手强势地把林初的手扯了回来 白毛弟弟好样的 不过林初明显感觉到气氛开始不对劲了 帅小伙收敛的笑容 刚刚握着林初的手停留在半空中 离影帝久养啊 影帝没等帅小伙把话说完便打断了他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二番 哈哈没错影帝好眼光 本人行不更名做不改姓和明事业 他对于身为知名狗仔的林初来说 那可是没见过面帝老熟人了 八卦体质喂饱了多少余计啊 林初有些吃味地盯着和明 因为他真的是处处都压了林初一头挖 和明察觉到林初的目光 邱密一个么么的送给你 紧接着就开口表示期待与林初的合作 哈哈林初笑不活了 两人都是总受人设 林和林能干成什么事 奈何和明并不知晓 林初的此刻荒诞的脑回路 现在两人的范围发生了变化 自己又是有人捧的人 来点对手戏不是问题 林初看着这张人出无害的脸 心里的却很清楚这人挨不得边 否则要倒霉 白毛弟弟这事开口周旋起来 等待和明晒出自己的定装照 他们才反应过来 原来老板根本就还没和和明签约 这边就已经要踢掉林初了 老板哪敢回头正是影帝寒朗的目光 你们都是爸爸我都惹不起啊 和明上前一步搭上林初的肩 你们也别为难他了 毕竟舆论都占我 一直沉默不语的林初听到这忽然就笑了 舆论 呵呵 林初拿开那只手 意味深长地看着和明 和先生确定要跟我拼舆论 和帅哥举着自己的爪子不明所以 挨压咱林初演戏不行 搞舆论战术 谁比得过这位金牌鱼记呢 林初上车后就拿起手机开始整理思路 一旁的白毛弟弟看着哥哥深思的模样愧疚的哟 手能伸这么长 除了那个人还能有谁 反倒是林初一脸胜券在握的安慰影帝 一个堪比丘比特之心的wink 直接射中白毛弟弟的星巴 哎呦我滴妈小奶狗这么可爱 快给我也求一求 言归正传 林初身为金牌狗仔自然有不少娱乐公司的资源 他播出一家传媒公司的电话 让你们陈老板接电话 你哪只手碰他了 和鸣的手被狠狠踩在地上 掉落在一旁的手机正显示着 林玉和林初的CP绯闻 江胜用力掐着和鸣的脖子 阴沉的教训人 我怎么说的 你可以试探他打压他 但绝不能碰他一分一毫 说着江胜就甩开和鸣的脸 和鸣哪怕被力声教训 被踩着手掌也没有露出一分距益 反而是目光直直地看着俯视自己的人 艰难地发声 我知道他是你的所有物 没有人能消想他 屏幕里的那人此刻正忠诚地 向哥哥表达自己的保护欲呢 林初向黎玉炫耀着自己的战果 正是自己通过传媒公司扭转舆论 让支持和鸣取代自己二番的网友 开始占自己 白毛弟弟痴痴地看着异异闪光的哥 这和以前的哥好像不一样了 现在的哥好像越来越吸引自己了 林初经过这次舆论战 也不用再在黎玉面前 辛苦假装远主林初了 他靠在白毛弟弟怀里 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以后总算能慢慢地展示真正的 一只手紧握着匕首一条 鲜血随之四见 医生躲闪不及手臂被划破 弟弟从后方抱住哥哥 想要稳定他的情绪 却被哥狠狠推开 弟弟小心地举手 双手表明自己并无恶意 哥哥回头看着弟弟 似乎清醒了一些 卡 导演一声令下两人戏份赞告一段落 林初拿着道具尴尬地站着 狗仔变演员是真不容易啊 因为自己不会演戏一只NG 血包都不知道用了多少了 面对工作人员的咕咕唧唧唧 李颖帝有模有样地嗨嗨 几声后盯着导演出来表态 导演如坐针毡如梗在喉 如忙在背 也得硬着头皮前来 对快要无地自容的小演员 林初表示真心地鼓励 大拇指一笔 小林我看好你哦 小林越发卑微地 听导演耐心地给自己讲一下场戏 李颖帝适时地过来缓解气氛 哥哥别怕 我们昨晚都练过的 导演一听眼睛顿时瞪得像同龄 周围原本叽叽咕咕咕的声音 一下子沸腾了起来 快走快走 没人知道林初一只NG的原因 他想到要用那把匕首刺向黎玉 就莫名地心慌手抖 明知道那不过是道具而已 却好像早就经历这个情景 身体形成了肌肉技艺般 林初不知这种难以言说的微妙的感觉 是否和原主林初的技艺有关 黎玉忽然过来打断了林初的思绪 为了不被他发现自己的异样 林初赶忙找借口离开了黎玉 没人注意到那把被林初随手 放在桌上的道具 一只手紧握着匕首一条 鲜血随之四见 医生躲闪不及手臂被划破 弟弟从后方抱住哥哥 想要稳定他的情绪 却被哥狠狠推开 弟弟小心地举手 双手表明自己并无恶意 哥哥回头看着弟弟 似乎清醒了一些 卡 导演一声令下两人戏份赞告一段落 林初拿着道具尴尬地站着 狗仔变演员是真不容易啊 因为自己不会演戏一只NG 血包都不知道用了多少了 面对工作人员的咕咕唧唧唧 李颖帝有模有样地嗨嗨 几声后盯着导演出来表态 导演如坐针毡如梗在喉 如忙在背 也得硬着头皮前来 对快要无地自容的小演员 林初表示真心地鼓励 大拇指一笔 小林我看好你哦 小林越发卑微地听导演 耐心地给自己讲一下场戏 李颖帝适时地过来缓解气氛 哥哥别怕 我们昨晚都练过的 导演一听眼睛顿时瞪得像同龄 周围原本叽叽咕咕咕的声音 一下子沸腾了起来 快走快走 没人知道林初一直NG的原因 他想到要用那把匕首刺向黎玉 就莫名地心慌手抖 明知道那不过是道具而已 却好像早就经历这个情景 身体形成了肌肉技艺般 林初不知这种难以言说的微妙的感觉 是否和原主林初的技艺有关 黎玉忽然过来打断了林初的思绪 为了不被他发现自己的异样 林初赶忙找借口离开了黎玉 没人注意到那把被林初随手 放在桌上的道具 妻子不需要知道 自己接下来该往哪走 林初一回到片场 就看见信和的正拿着自己的道具匕首 你来干什么 和明开门见山说我是来找你的 信和的又想搞事 和明放下匕首向林初走来 脸上的笑意不达眼底 他说今天过来是那个人 让我给你转达一句话 他说游戏正式开始了 林初心里咯噔一下 那种不好的感觉又来了 游戏正式开始 才开始吗 那之前针对自己的一系列事情 难道是钱菜不成 林初认为娱乐圈的手段 不过就是那些 他作为金牌狗仔 他简直不能再了解了 林初叫住正欲离开的和明 直接了当地问他 难道那个人还打算直接动手伤人吗 和明心想你还真是猜对了 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林初的问题 再向林初比了个wink后 又不要命地凑近搭上了林初的肩 妻子不需要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往哪走 他把那个人警告自己的话 原封不动地送给林初 而后又贴着林初的耳朵低声说 至于后面会发生什么 你到时就会知晓 我没办法帮你 话音刚落不远处传来一声爆喝 你在干什么 原来是白毛弟弟也回到了片场来找哥哥 这贴脸的场面林初是没法解释了 反倒是信和的这小子 整个一穿剧变脸 楚楚可怜地躲到了林初身后 眼睛一闭一睁 就开始了不摇避脸的表演 李颖帝我知道我们之间有误会 所以你跟我赌气我不怪你的 好家伙一众吃瓜群众吃了的惊天大瓜 李颖帝除了林初竟然还跟和明有故事 和明回头茶兮兮地看着林初好不委屈蛙 我今天过来只是对林前辈养慕已久 想特意向他学习 真的没有发生其他事情 吃瓜群众要消化不良了 李颖帝屎乱中气 林初横刀夺爱 诱惑是三人行 和明继而又把话题转向李颖帝 你凶我没关系 但林前辈跟了你这么久但请你一定不要怪罪他 信和的你才是颖帝好吧 和明还想继续搅和李颖帝一个眼神下去 心领神会的巨无立刻开始清场 和明在离开时看着林初无声地留下一句话 林初看懂了 他说那个人很期待你的表演 林初一刀滑向白毛弟弟的心口 鲜血喷涌而出 这竟然不是早已备好的血包 是真血 林初不可置信地看着手中的道具匕首 这显然是开了刃的 有人调换了自己的道具 是和明 而早就有备而来的和明 此时已经出现在了监控室 能作为证据的监控录像删除完毕 林初看着病床上的白毛弟弟 他以为和明所说的游戏正式开始是针对自己 没想到那个人要下手的对象会是白毛弟弟 而白毛弟弟第一时间所做的是 是封所有在场人员的口指 为了他被刺伤的不要散播出去 从而对林初造成无法解释的影响 林初说不敢动那是假的 他这几天拍戏时一拿起匕首就心慌手抖 内心深处的不安没有任何防备地照进了现实 忽然他的闹钟一阵剧痛 原主林初的记忆涌现 那是他小时候握着匕首色缩在地 身前的人脚踩着白毛弟弟 好不高傲的姿态 林初与白毛弟弟相依为命 这份背后都是彼此的深厚感情 让孤身一人的江城不理解 在他眼里 凭见至极的人不该拥有这样的美好 江城走到林初的背后握着林初的双手 在他耳边说着恶鬼一般的毒语 只要你杀了他 我就给你一切 可眼前的人是唯一一个不欺负自己 反倒是会拼了命保护自己的弟弟 林初当然不能下手 江城叫他如何迈出这第一步 他说对着木偶刺下去 练习得多了也就适应了 林初惊慌失措的脸上撒上一股鲜血 小林初拿着匕首对着一群木偶瑟瑟瑟发抖 因为他一刀下去那手感明显不是木头 而是人体 江城骗他 眼前所谓的木偶全都是被他抓来的人装扮的 没想到江城小小年纪就是个CPU大师 他拿匕首抵着小林初的咽喉 在耳朵邪恶地挖掘林初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怯懦 他对林初和黎玉相互依偎的感情 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甚至感到憎恶 他让林初开始认为 自己一直都是在用自身的胆小骗取黎玉的保护 而能这样表现出虚假的感情获取他人的信任 江城乐于将这样他自认为是同类的人 作为宠物玩弄于鼓掌之间 他要证明林初和黎玉之间的感情虚伪的可笑 于是他故意让黎玉找到出逃的钥匙 却又在门口不好陷阱 江城最期待的便是给一个人 希望又亲手让他跌进深渊 小林初掉下去的瞬间 林初趴在病床上惊醒 被他砍伤的白毛弟弟不知何时早已醒来 难道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原主林初真实经历过的吗 梦里林初要陷害黎玉的事是真的吗 他不知如何向黎玉确认 只好问黎玉小时候自己失忆 是在两人出逃时受伤所知吗 果然是真的 那是小林初意外掉进了陷阱 可最后还是有人帮了他们 林初看着眼前满脸关心自己的人欲言又止 难道黎玉真的一直都在被林初欺骗吗 林初决定还是先走一步看一步 不管以前原主林初是怎么想的 可现在的他不想孤出这么好的白毛弟弟 你对我这么好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林初突如其来的直球打得白毛弟弟怦然心动 以前的林初是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 糟糕气氛开始甘大 林初找了个借口准备开溜一回 只见他随意撑在床上说要去拿早餐 白毛弟弟这回脸色忽然憋得不对劲了 没反应过来的林初还在奇怪什么东西搁到手了呢 哈哈黎玉你手机怎么放被子里啊 只是嘴比脑子快 白毛弟弟艰难地遮掩着自己 就在两人较近谁比谁甘大时 林初的手机打破僵局 此事不溜更待何时 林初看着林初离开的背影明显感觉到从车祸醒来后 林初和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的林初让林初想要追随 想要靠近 想要独占 那场游戏越来越有趣了不是吗 林初走出病房整理脑海里那些混乱的不属于自己的记忆 没想到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捂住口鼻昏了过去 等到他被一盆冷水泼醒时才发现自己被结结实实地绑在椅子上 在墙上赫然一块大屏幕正直播着病房内白毛弟弟的动静 一只手捏着他的下巴将他的视线强行移开 一个危险的长发男人对他说 好久不见 可林初并不认识他 可这人浑身散发的气息却让他觉得无比熟悉 正是和他时常梦见的那个少年一样 他又被绑架了 长发男人把林初的转向大屏幕 你失忆后忘了和我的约定 竟然每天围着黎玉转 我很不爽 长发男人似有若无地蹭着林初的脸在他耳边说 而林初内心一阵惊涛骇浪 这个人竟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监视自己和黎玉的所有行动 不由的脸上冷汗直流 长发男人此时撕开了林初封口的胶带 紧接着又把捆绑林初的绳索挑断 林初顿时觉得惶恐 他不知道这个疯狂的男人要干什么但肯定没好事 就在长发男人那刀对着自己伸过来时 林初赶紧开了口 你等等 我记得你 长发男人一听表情却更加阴沉了 记得我 既然你没失忆 为什么没有按照约定来找我 锐利的刀尖直指咽喉 林初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挣扎着继续说 我确实是失忆了 但我梦到过你 真有意思 梦到我什么了 林初把昨晚在梦里经历的事告诉了他 只想着先套近乎保护自己 果然 长发男人一听就把小刀扔了 林初被捏着下了 咕咕囊囊解释自己车祸后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更不知道他俩有过什么约定 林初在车祸那一晚拍到的画面果然暗藏玄机 他得搞清楚那晚原主林初 瞒着黎玉和这个人到底约定了什么 可眼前这个长发男人并不打算解释 他忽然想到了更好玩的游戏 他拿出林初的手机对着他的面容解锁 竟然拨打了一个视频电话给黎玉 这家伙疯了吗 墙上的大屏幕里显示黎玉拿着手机接通 顿时大惊失色 林初被压着看向摄像头 叫大声点 否则我就动手帮你了 说着长发男人的手指就伸进了林初的口中 黎玉对通话呵斥 江城你想干什么 而江城看着黎玉着急的模样更加开心 往林初的口中得到多加了一根手指 黎玉只知哥哥被绑架了 一个小时内我见不到他 我保证你会后悔 江城听到这直接把手机往地上一摔 脸上虽还带着笑意手上的动作 却暴露了他的怒意 他居然敢威胁挑衅我 这场游戏越来越有意思了 你说要是他知道其实你一早就背叛了他 他会是怎样的表情呢 林初的脑中高速运转想尽办法要脱身 这个疯子说不定下一秒就能让自己隔屁 正想开口继续周旋就被堵了嘴 江城干脆转身离开了他站在不远处 黑暗中一个人端着个托盘走了过来 竟然是一管真迹 接下来的游戏我教你怎么玩 你要让他对你俯首贴儿 再让他堕入深渊 林初看着江城手中的真心惊胆战 他想干什么 江城却说这里面的药 林初在片场早就用过了 他想起来了 是那次 显然江城更中意那副模样的林初 能一捏就碎 仿佛有着入口即化的美味 可江城的美食离语也品尝过 想到这 他掐着林初咽喉的手边越发用力 林初挣扎着几出一句话 想谋求一线生机 我们之间只是亲人 江城刮蹭着林初的嘴唇 你要让他对你俯首之后再堕入深渊 你有这样蛊惑人心的魅力 然而江城也清楚 现在的林初不可能心甘情愿做这些 所以他需要这剂 要让林初接受某些心理暗示 从而达到目的 他要亲眼看到黎玉变成一只摇尾起怜的狗 而训狗之人只能是林初 他简直就是个疯子 林初才说要好好对黎玉 怎么可能由得江城做这些 在江城下手之际林初紧急开口 或许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江城对于林初这种明显 是在拖延时间的说辞很不满 但他依然等着林初的下文 按你说的那种做效果 并不会比我建议的好 难道你不觉得 你亲自加入这场游戏会更有趣吗 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参加直播节目 直播的任何情况都不可控 你在这里面给他下套的话 谁有能力帮他立挽狂澜吗 让黎玉在众路魁魁之下被你击败 这样的游戏效果 难道不是你更想要的吗 这期间一直沉默不语的江城 听到这总算笑了 现在的你可比原来有趣多了 说完他一手抓住林初的心 有趣到真让人舍不得放手啊 江城的手一时转移到林初的腰部 他要给林初再上一层保险才能放心 另一边 黎玉看到哥哥被江城绑架的模样 立刻出了院开始寻人 江城居然主动打了电话过来 江城 放了他 黎玉不知林初现在的情况 只能和江城谈条件 下个月我们三人一起参加一个节目 黎玉虽不知江城具体想做什么 但这里面肯定有坑 可他早已不是当年福利院里人 江城宰割的小屁孩了 夜黑风高之时 白毛弟弟终于等到了归来的哥哥 林初现在担心别墅这个安全屋 也在那个疯子的监视之下 白毛弟弟替他开去脸上的冷汗 林初满腹心事不知如何跟他讲 决定先不把江城说的那些话对他讲 白毛弟弟担忧地看着林初独自上楼的背影 林初看着腰上那个双头蛇印记 很是苦恼啊 那是江城白天给他弄上去的 这个印记在节目结束之前都不会消失 他还警告林初要是这个印记 让除江城以外的人看到的话 江城会让那个人死得很难看 不是这位小哥你没事喘什么 哦原来是在使劲搓腰上的纹身啊 都是那个危险的男人非要给林初一个印记 还警告林初不要被别人碰否则后果很严重 林初莫名觉得心虚 他还真怕被白毛弟弟看见 万一他想歪了怎么办 他竟然有种背叛了白毛弟弟感情的感觉 这是怎么肥四 剪不断里还乱陷在林初脑子里一团江湖 哎呀不想了不想了 林初一脚走出浴室就被白毛弟弟看了个干干净净 我滴个天爷啊 林初一个灵不微步就躲了回去 白毛弟弟只是想过来给哥哥送一下睡衣而已 场面一度尴尬 只能靠穿衣服来缓解气氛了 结果穿上一看居然还是带兔子耳朵的睡衣 别说还真挺萌萌哒的 林初好奇地研究身上的睡衣 这可把沙发上的白毛弟弟看得脸红心跳的 为了缓解尴尬 林初机智地挑了个尴尬的话题 这睡衣你买的吗 白毛弟弟一时紧张 哥要是不喜欢明天我再给你挑一套 林初抱着咸鱼大仙再次沉默不语 好在白毛弟弟开始主动说起白天的事 他说那个绑架了你的危险男人叫江城 在你回来之前他打了电话给我 林初听到江城两个字脑海里仔细搜索了一遍 并没有任何关于姓江的信息 白毛弟弟坦白说了三个人一起参加节目的事 林初也挑明了说节目的事是他开口提的 白毛弟弟不知道这事的经过竟然是这样的 他又听到林初解释 说这话的神情和白毛弟弟印象中的哥完全不一样 弟弟在一旁都听愣了 林初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继续说 实际操作起来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必须要办法保障我俩的安全 白毛弟弟一脸崇拜地喊着哥 你变得好厉害 林初脸红地躲着身边凑过来腻歪的小老弟 想开口说点什么白毛弟弟就一脸认真的看着林初 哥只要你站在我这边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 这边和明奇怪江城真打算亲自出面吗 大少爷刚放你出来 万一他觉得你玩得太古 又把你关回去怎么办 江城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他正在为回归国内做准备 而我出面也能为家族带来曝光度 竞选团队那帮人不会说什么的 毕竟现在最易优传播的 就是娱乐圈的声音 和明觉得他就和利尔王里的爱德蒙印如一样 作恶纯粹为了取乐 再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只是谎 不过蓝颜祸水还真是有趣 我倒要看看江城为了你 还能做出多礼谱事 接着问江城觉得这版综艺台本怎么样 没想到却沉迷在手感中 第二天起床后 黎玉一直咳嗽 凌处过来查看果然发烧了 黎玉觉得反正医院待着也不安全 还是回来这里更好 直播的是 我让daddy去做准备 他有渠道 或许可以提前接触到综艺剧本的信息 一边说着一边 看着眼前正在照顾自己的凌处哥 想不到黎玉这几天都在忙这些 明明都受伤住院了 还要操心这些事 黎玉表示自己没事 刚一说完下一秒就开始咳嗽 凌处赶紧就要去给他拿纸壳药 但却马上被黎玉拉住 哥 别走 我伤口碰 你帮我换药 可以吗 凌处觉得还是让通尼叫医生来更好 看着眼前黎玉可怜兮兮的狗狗模样 凌处还是扛不住 只好答应帮他换药 接着黎玉露出伤口 凌处上手帮他撕掉纱布 想不到这手感居然这么好 不知不觉想出神 直到听见黎玉叫自己 凌处才猛地回过神来 我不太熟练 抱歉 黎玉也担心要是他知道自己的那种念头 应该会疏远自己 这时突然听到门铃声 黎玉猜到是DADY 刚刚跟他说了电话里不方便 让他有消息了直接过来 DADY一进门就开心地跟老板打招 看到此刻自己的老板正被凌处搀扶着坐到沙发上 立马拿起手机开启赤瓜模式 把眼前看到的景象赶紧告诉他 听到老板问自己关于综艺的事 迅速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报道老板 综艺环节出版设定已经到手了 但可能得跟你和林哥仔细讨论下 目前看到的内容表面上一切正常 正因为这样 我担心后续有隐藏陷阱 何明对于江城的决定还是不太理解 网上都在骂资本强行塞人 半路搞综艺捧新人 你确定后续的舆论走势 能对你有利 江城邪魅一笑 只要展示一些讨巧的人设 再让观众信以为真 口碑不难逆转 再者 前面只是让人放松的诱饵 真正用得上所有人的缓解 在最后 不过不伪装一下 怎么能图穷底线 看着黎玉和林楚的互动 小助理都磕疯了 根据助理打探到的消息 所有参与节目的嘉宾 每人对应一张卡牌人设 而这些身份牌 会在直播间展示 位置可以上下旋转 代表着嘉宾的胜负 节目中获胜者的身份牌 将处于上位 失败者旋转到下位 讲成机制方面 获胜的嘉宾 除了正片的拍摄 还将额外获得绝杀番外拍摄的机会 根据某种抽签规则 嘉宾将分为两派 失败者的最终惩罚则有不确定性 由观众投票产生 风险很大 如此可能 胜者占据正位 败者则被踩在脚下 这样的规则一看 就是江城为了实现目的定制的 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正常的综艺机制 助理怀疑问题在人设卡牌上 还有那个抽签分组肯定也有猫腻 关于人设的信息 卡牌中已只有三张 分别是魔术师 领者 导调人 并且领楚和黎玉两人中 有一个可能就是导调人 一听到导调人 领楚瞬间慌了 想着万一自己是那个导调人 到时那个印记就要暴露 一定要扎好腰带 绝对不能被人发现 这是黎玉注意到领楚的表情 哥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领楚赶紧说没什么 黎玉继续追问 可是你的脸都红了 领楚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赶紧拿来水给他喝 一少说话 刚才不是还说伞子他 旁边小助理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赶紧拿出手机开始跟通力吃瓜 看他俩这么甜 觉得就算站错了也没关系 黎玉让领楚不用担心自己 我每次生病恢复的都很快 你这几天有点心神不宁 为了节目的是 领楚表示是担心他的人设 怕会有应付不及的情况 黎玉牵起他的手 所以我们最好在直播初期就营造人设 争取获得多数观众的支持 看领楚有些疑惑 黎玉深情地看着他 我们一起 两天后 倒掉人的身份排给到了黎玉 此刻他正在拍摄是装照 不得不说 非常养眼 负责人告诉他 等下直播的机器就会过来 让他到时做好准备 这边江晨也开始试穿角色服装了 其他款式有些死板 还是这件吧 麻烦您改良一下 看着镜中的自己 江晨甚是满意 这时工作人员拿来黎玉的人设照 看来预热直播要开始了 工作人员告诉他 按照番位 黎玉是第一个 这样既可以避免争议 同时又能调用他的热度 引流铺路 这样的安排正合江晨的意 而他也要开始做准备了 随着时间的倒数 直播间观众的讨论愈发激烈 欢迎来到绝杀公寓 今天将为大家揭秘 第一位主演的综艺人设 绝杀原剧的一番男主 黎玉 这间房门的背后 就是黎玉在绝杀公寓的卧室 让我们先行探秘 说着主持人就打开了房门 然而开门后 竟是这样精彩的一幕 弹幕瞬间都疯狂了 观众期待的直播开始 凌处居然成了下面的那个 这边黎玉拍完试装照 化妆师告诉他 直播的机器一会儿就过来了 让他到时做好准备 得知黎玉找自己 凌处直接就过来了 我在试衣服 你拍得怎么样 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黎玉看到他瞬间就愣住了 心脏一顿乱跳 我看到了一件东西 可能跟隐藏设定有关 还有 这件衣服很适合你 凌处被他夸到脸红 接着黎玉指了指上的 原来房顶上有一面镜子 黎玉推测每个房间可能都有 但镜子的位置比较特殊 让凌处一定要留意 看着头顶的镜子 在想到刚刚黎玉躺在这里 凌处不自觉就开始脑本 以至于在问黎玉问题时 都有些心虚 与此同时 黎玉的脑海里也在思考 和哥哥探讨这面镜子的妙议 凌处问他前面说 争取多数观众的支持是什么办法 直播就要开始 自己该怎么配复 这是黎玉靠近 或许我们可以出其不意 接着一把拽过他 下一秒摄像就进来了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直播画面 弹幕上面大家已经疯狂了 何明在后台关注着直播 先发之人 不过他应该不在乎热度 更多是想捧倒他吧 江城对于这样的情况 也有些惊喜 趁着这波热度 也打算还一份惊喜给黎玉 这边凌处在化妆间都要休死 想不到都离开余计行业 有朝一日自己 还会在直播里无意中爆料自己 这下全国人民都知道 自己是下面那个 黎玉在外面敲着门 哥 对不起 我应该提前告诉你 但当时快开播了 来不及仔细商量 凌处表示自己 没事 听到黎玉要自己开门 凌处还是不想面对 你让我再冷静一下 于是黎玉让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可能还要拍摄 这时助理发来消息 告诉她节目组准备加播一场 对于刚刚的黎玉的直播表现 她可是佩服得很啊 黎玉提醒她盯好直播 临时家场 也可能是江城的操作 有意外情况 你就没法触发封控 让直播终止 半小时后 家场的直播开始倒计时 凌处都醉了 搞了这么久娱乐新闻 这场面自己也是第一次见到 恐怕最近不会再有什么场面 比这个更热闹 现在坐在黎玉旁边 还是感觉有点尴尬 但不管怎样 如今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自己和黎玉已经出过境了 这临时家步是要播什么 介绍人设吗 倒计时结束后 主持人开始介绍 为了回馈观众们的热情 今晚将提前为大家揭晓 所有节目嘉宾 首先让我们欢迎 本期节目的特邀嘉宾 果然是江城 他一出场 直播间瞬间沸腾 各种迷妹疯狂刷弹幕 这时江城直接冲着凌处过来 你在这里了 终于找到你 我是您的骑士 由于规则的突然转换 凌处瞬间就成了 三位男伴的邀请对象 江城一出现直奔 凌处就是一个吻手里 我是您的骑士 与此同时相关话题 也直接冲上了热搜 旁边黎玉看着这一幕 都要气炸 此刻凌处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看江城这一身骑士穿着 就是有备而来 看来他临时家常 就是这个目的 利用黎玉带的热度 反过来将黎玉一军 看见江城一直在观察自己 还没有给任何提示 凌处意识到 他是让自己当盲目的棋子 接着江城对着镜头 向观众介绍 大家好 我是江城 非常荣幸能参与这次节目 刚才是我的人设台词 不过也是我的真心话 我一直很喜欢林老师 您演技精湛 洁身自豪 和同事们相处融洽 江城一番话里有话的称赞 瞬间让凌处感觉 被架在火上烤 就在他准备要起身时 突然黎玉过来按住他 接着挡在他身前 小林是我们公司 带签的优秀艺人 感谢你的喜欢 有机会欢迎合作 此时弹幕已经炸 想不到黎玉竟然替自己解围了 即使知道这或许是江城的激将 他也还是站出来了 作为娱乐圈行人 江城要的是一个 能够直接与影帝比肩的机会 而他的这次出场 已经赚得盆满钵马 就在凌处想得出神时 和明突然在他身后出现 并伸手捏了捏他的 不要愁眉苦脸的嘛 虽然某人不让我碰你 但难得看到 这么可爱的表情 还是忍不住 趁没人注意你 毕竟热闹都是你们的 我也得给自己加点戏 另一边黎玉跟江城 可谓是剑拔弩张 和明告诉凌处 自己的身份是赢者 而且每一个人的角色 都是江城亲自挑选的 至于游戏规则 回头你就知道 我先去营业了 接着来到镜头前 跟大家介绍 此刻所有角色都已经登场 主持人开始向大家介绍 每一位嘉宾的人设身份牌 分别是岛调人黎玉 魔术是凌处 赢者和明 这张卡牌的权益将被转移 给人气最低的角色 也就是凌处 此刻凌处一脸龙圈 和明亲了清嗓 虽然还不清楚具体规则 但感觉他的般不错 所以诸位 我打算先下手了 可以请你选我吗 旁边江城也不甘示弱 我一直很喜欢林老师 第一次参与节目 就能和您一起 真的很荣幸 请您选我 这时黎玉也朝他伸手 这也是我抽到的牌 或许是暗示了 我们应该在同一组 想不到自己一下 就成了三人争抢的对象 凌处一时间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为了不让江城的计谋得逞 凌处决定蒙上眼睛 从他们三人中 挑选一位成为自己的恋人 此刻三人都向凌处发出了邀请 作为魔术师的凌处 到底会选择哪一位呢 粉丝在弹幕上也是十分好奇 凌处猜到现在这样的局面 就是江城故意设计的 目的就是为了隐移录局 要是开场就失利了后面的情况 则会变得非常被动 江城肯定也很好奇 自己作为他的棋子会怎样走 这家伙给人的感觉 是永远不相信任何人的那类人 如今看来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意义 于是凌处告诉大家 要成为魔术师的恋人 可不只是被我选择就可以 而要看冥冥之中的质疑 听着凌处的话 黎玉开始有些担心 接着凌处抽出身上的腰带 用他蒙住自己的眼睛 这样做一是可以配合人设的神秘感 二是可以让江城无法看脱 自己的真实想法 凌处的这番操作 观众们看的也是很满意呢 何明看江城的表情 看来他很满意 默许了凌处的临场发挥 确实有意思 不愧是非文榜的常客 这样会给自己加戏 越来越能理解江城 为什么选他来当妻子 主持人让另外三位嘉宾重新站位 等待魔术师进行选择 这时直播突然中断 网上瞬间炸开了锅 还以为是服务器爆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黎玉的小助理在幕后操作 中断直播让所有人认为是服务器 问题 实际上是为黎玉和凌处争取商量 对策的时间 而这也是黎玉通过而后 藏的卖给小助理的指示 黎玉对此毫不知情 小助理本想邀功 看黎玉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觉得情况不妙赶紧开溜 黎玉抓起黎玉的首歌 抱歉 我只是想多一重保障 但又不想被你觉得我在害怕 听到黎玉在害怕 黎玉简直不敢相信 一直以为他作为影帝 在片场肯定游刃有余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黎玉告诉黎玉自己一开始并没打算中断直播 直到那一刻 我只是不想面对任何一点你不选我的可能性 看着黎玉这样的狗狗表情 黎玉伸手摸摸头 这么黏人 黎颖帝 真该让你的粉丝们看看他们的黎颖帝有多能撒娇 可是 如果节目继续下去 类似环节总是不可避免 这是黎玉上前靠在他的肩膀上 没事的 哥 现在 我都准备好了 直播恢复后 大家一直想知道的答案也即将揭晓 黎楚最终选择的恋人 是他的骑士 江辰 他以为是跟江辰一组 没想到又出现了反转 和明获得卡牌 直接挑选凌楚作为搭档 凌楚蒙上眼睛后 最终选择的搭档是他的骑士江辰 江辰对此表现得很开心 旁边黎玉却十分淡定 之前在休息室内 凌楚告诉黎玉自己想选江辰 和他一组的话或许有操作的空间 让黎玉闭气锋芒 虽然明白哥哥的用心 但想到他要跟江辰一组还是觉得有些不开心 接着让凌楚带上隐形耳外 前面自己就是用这个和小助理沟通的 到时会通过轻敲 提醒他方向 这样就不会选错 这会领楚通过隐形耳麦收到黎玉的消息 哥 我可以忍耐 但是不要让我失望 分组完成后 主持人开始介绍下面的副本内容 以及嘴对的积分规则 入住公寓的第一页 每人会获得一条关键线索 与第一个副本魅影之夜的真相有关 这座也有百年历史的楼宇 埋藏着一桩悬案 一道魅影随之而生 每一晚 魅影都会选择任意一名新的宿主 被魅影附身的人需要隐藏自己 当别人被附身时 则需要识破对方 每个白天将举行投票 正确投出魅影 可获得个人积分 让自己的身份排升至上位 听主持人介绍完详细的积分规则 凌楚这下明白 每个人的积分和队伍的积分 并非完全绑定 那自己或许就有机会被刺江城 又不至于陪他垫底 这是江城 靠近林老师这么聪明 到时我们一定没问题 对吗 看着他这副阳光灿烂的模样 凌楚真想尽快揭开他的真面目 对于明天的环节 江城已是满怀期待 直播接着继续 今天将正式进入绝杀公寓的第一夜 所有客人已入住 看到凌楚换了衣服 小助理觉得十分可惜 都还没看够呢 主持人开始公布 剩余三张增益卡牌 首先是月亮的获得者黎玉 这张卡牌增益效果 是获得一次夜间探索的机会 此增益不公开 适用于暗中探索他人的线索秘密 漆黑的夜晚 月亮将引导你探索的欲望 接着是塔的获得者江城 高塔的清他 将一些不为人知之事 埋藏得更深 这张卡牌的增益是获得一次隐藏线索的机会 此增益不公开 适用于私下销毁任何一条线索 最后是命运之轮的获得者和民 命运之轮象征着变换无常 对应的增益是可对当前存在的队伍组合 任意进行改变 并且此增益公开可见 对于这个暴和民倒是觉得不错 接着使用卡牌的能力 选择最开始就想选 不好意思了各位 现在魔术师是我的 可以看出这些规则都是江城的安排 但是领处不明白 为什么他不打算跟自己一组 难道被他识破了 但是不应该啊 目前自己没露出任何破绽 或许他一开始就打算跟黎玉正面对手 之前只是在试探自己的态度 江城微笑着面向黎玉 李隐蔽 没想到最后是我们并肩了 还请指教 黎玉直接看都不看他 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又开始一番讨论 分组完成后 主持人让嘉宾和最终的队友一同落作 接下来将进入夜晚 第二天白天 则将进入搜证环节 皆是与各位深算有关的线组 进入夜晚后 会留给嘉宾休息的时间 休息期间的拍摄内容 暂不进行直播 最终会作为幕后福利park放送 最后提示 被魅影缠住的人 将在午夜 暴露出最不想被人看到的形态 丙处回到房间忐忑不安 感觉有种被江城看透的危机感 果然我的演技还是不到位 不像江城那个变态挥洒自如 而且刚刚回来之前 感觉黎玉的视线 都快把另外两人盯穿了 接下来每天都要这么修罗场吗 心好累 也不知道怎样才算是被魅影缠住 已经半夜了还没收到通知 看来今晚被附身的人不是自己 接着就闭上眼准备好好休息 毕竟明天搜证旅线索还要费神 等凌处睡着后 房门突然被悄悄打开 一道黑影进入她的房间 接着凌处就被一团毛发缠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